美国野火事故不断 近日野火席卷加州菊郡 火势顺着加州海岸延烧 甚至蔓延到郊区的陡峭山脊上 洛杉矶南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区 惨遭注农吞噬 烧毁了至少20栋房屋 约900户居民被疏散 而新墨西哥州的大火已经延烧近50天 是该州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野火 浓烟不断窜出 天空被火光熏成宛如世界末日般的橘红色 在洛杉矶的富人区 尼谷湖市迅速蔓延 烧毁约200英亩的土地 并造成一名消防员受伤 当地政府官员表示 加州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干旱 因冬季缺乏水分再加上气温渐暖 春天时干燥的植被就容易着火 火势在强风下更显猖狂 难以扑灭 而在新墨西哥州 尹士丰小牛峡谷 大火已经延烧近50天 烧毁近30万英亩的土地 比整个纽约市面积还大 是该州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野火 大火始于4月6日 美国林务局为了防范野火所进行的清除灌木丛与小型树木焚烧行动 但意外失控 而且火势随后与另一场不明原因的大火合并 一发不可收拾 大火延烧45英里长 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 印度西班牙裔农村取用于建材和木材的森林 以及灌溉的流域 野火一路蔓延到佩科斯荒野 一个小型滑雪场西帕浦滑雪圣地和村庄撤离 北部陶斯峡谷的居民砍发了自家房屋周围的树木 建造防火缓冲区 除了加州及新墨西哥州外 全美各地新罕布夏州 北卡罗来纳州 密西根州 克罗拉多州 亚利桑那州及德州等 今年都传出野火灾害 或是正惨遭野火肆虐中 已超过2500起 超过130万英亩土地被烧毁